去年开始我先后找了三个经纪来卖我这个房子 七七八八的一直就没有搞定 我的这个房子从location从各个方面 我一直认为是不错 一直认为而且来的人呢也都说是不错 但是去年可是卖了卖了大半年呢 也没卖出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今年呢用friday买来给我卖 上市几天就卖出去了 就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和他做的谈判过程中做的这些工作 这绝对是不一样的 而且该花钱的地方与不该花钱的地方 告诉的很明确 就是说我少花一档钱 能够hold住这个整个事情 能把这个价格谈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价位 让我呢这个卖房卖的我也心情舒畅 买的人呢也觉得也很高兴 这个共赢 双方都很高兴达到这么一个deal 所以说我感觉是很舒服吧 这个房子卖的很舒服 效果确实是不一样 从专业角度 从这个谈判技巧上吧 确实是区别很大很大 从friday给我卖房子 我就深刻的体会到这是专业不专业的经济 是不一样的 你多收钱我不在乎 你能多给我卖出钱 这是真本事 确实是不一样 确实是跟我以前的经济是挺大的区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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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